大家好,我老肉 今天来说人类农业史上最神奇的生物 就是玉米 为什么说玉米最神奇呢 是因为它作为一种农作物 好得有点离谱了 说世界上产量最高的粮食作物就是玉米 所有农作物里面仅次于甘蔗排第二 真的是非常成功的一种植物 但是在野生状态下呢 玉米其实并没有生存能力 也就是它只能靠人类帮忙才能活下去 所以他们的野生祖先 当初怎么在地球上立足的就很迷惑 而且曾经很长一段时间 谁都搞不清楚玉米是怎么出现的 甚至有人怀疑它不是地球原产的 而是外星人带来的外星之物 从这你就能看出来玉米有多神奇 然后玉米还有个诡异的地方 就是其实来说 它并不太适合人类食用 明明是产量最高的粮食 但是长期食用玉米呢 竟然还会生病 这就太奇怪了 而且这事在历史上 有过非常惨痛的教训 欧米国家曾经有成千上万人 因为吃玉米死掉了 所以它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农作物 怎么吃玉米才安全 也是有讲究的 这里面的来龙去脉 也很值得了解一下 那么玉米发展到现在 在人类社会 那绝对是不可或缺了 你比如吃的方面 最常见的有烤玉米 煮玉米 爆米花之类的 这些大家都很熟悉 后来又开发出了什么玉米笋 玉米松露等等一些新吃法 所以怎么吃这块 玉米绝对不是一种农作物那么简单 潜力还是很大的 另外除了吃之外 还有两个关键领域 也需要大量的玉米 就算你从来不肯玉米棒子 你每天的生活也没离开玉米 它比你想象的可重要多了 所以今天这一项 咱就来好好了解一下玉米 其实前一阵刚说过一种植物 就是竹子 那么今天的玉米 跟竹子也不是外人 它俩都是河本木 河本科的 都属于是草本植物 特别高大威猛的草 不过玉米这种草 比较特殊 就是它自己在野外存活不了 因为它构造有问题 你像其他河本科的农作物 比如说小麦 小麦就可以在野外自然存活 每年只要麦穗透了 种子就会从麦穗上脱落下来 落到地上 继续生根发芽就可以了 没人管它也可以活下去 但是玉米呢 就做不到这个 因为它种子都嵌在玉米棒子上 然后外面还包着碎叶 你再怎么熟透了 种子也不会自然脱落下来 所以就没有生根发芽的机会 除非什么呢 除非人类帮它把叶子包开了 把玉米粒脱下来 然后再种到土里去 这是唯一的途径 所以这就让人很疑惑 是吧 你想怎么会有植物 连传播种子的能力都没有呢 肯定不正常 这才有了玉米是外星植物的传闻 那么相信这种说法的朋友呢 一定是低估了一件事 就是人类的驯化能力 比如之前说过的蚕 蚕是唯一被人类驯化的昆虫 其实也早就不能在野外生存了 只能靠人工养殖 才能一代一代延续下去 然后玉米呢也一样 它们也是经过了常年累月的驯化 才失去了野外生存能力 变成了现在的玉米 所以现代玉米的野生祖先到底是谁呢 它们是一些货真价实的野草 叫大储草 而且现在中美洲那边野外也还有 其实早在1930年代 俄罗斯植物学家 尼古拉·瓦维洛夫 还有美国的诺贝尔奖得主 乔治·彼得尔 这两位就已经发现玉米和大储草有关系了 彼得尔发现大储草的染色体 跟玉米几乎是一模一样 然后它俩也能杂交出中间型的准玉米棒子 很明显是一家的 不过呢 很多人还是不相信 因为大储草的碎头跟玉米棒子 差别实在是太大 首先大储草子粒非常少 一个碎头上顶多也就十几粒 也没固定在棒子上 然后你看玉米呢 随随便便都有几百粒 那棒子能有大储草几十倍大 完全就是小猫咪和大老虎是吧 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 另外再一个呢 说大储草种子外壳特别硬 跟小石子儿似的 一点都不像能吃的东西 相比之下 玉米粒是又饱满 皮也薄 一看就很好吃的样子 所以不论是子粒的数量还是质量 玉米都是完全碾压大储草 然后再一个 从它们的植株来说呢 大储草的茎很细 而且是分叉的 一长一大丛 玉米是一根粗杆子不分叉 差别很明显 所以你说玉米是从大储草变来的 那确实很难让人相信 不过事实呢 还真就是这样 因为基因分析不会说谎 是吧 说美国有位植物遗传学家 叫约翰·杜布利 杜教授的团队 研究玉米和大储草 研究了二十多年 终于在2002年的时候 发表了他们的研究 用基因分析证明了 玉米就是从大储草驯化来的 那么开始驯化的时间呢 大约是九千年前 然后经过几千年的驯化 才出现了现在的玉米 不过别看玉米和大储草 差别这么大 其实它们到现在 也还算是一个物种 同一个物种的 不同亚种而已 所以这么一来呢 也就把玉米地球生物的身份 给它坐实了 那么具体来说 玉米最早的起源 是一种叫 小影大储草的大储草 原产于墨西哥的 巴尔萨斯河流域 当初古人类培育的 就是它们 而且说早在1960年代 考古学家李查德·马尼什 就在当地的一个 古人类洞穴里 找到了介于 大储草和玉米之间的 准玉米棒子 大约5000年前的 这也是玉米驯化的 一个直接证据 不过这里面呢 还有个疑问 就是大储草 一看就不像能吃的样子 那当初古人类 怎么想到要种它们呢 这里面一定有事 说既然大储草 资质那么差 为什么被古人类看上了呢 其实当年乔治·彼得尔 也想过这个问题 然后他还做了个实验 来验证自己的想法 什么实验呢 就是爆米花 彼得尔把大储草的 种子拿来加热 结果发现 这些坚硬的小石子 还真就爆开了 而且爆开之后 跟爆米花非常像 甚至就连味道也很像 所以他就推测说 会不会是当初 大储草的种子 掉到了火堆里 无意当中变成了爆米花 这才引起了人类注意呢 也就是人类开始种大储草 驯化玉米的真正原因 很有可能 就是为了吃爆米花 爆米花竟然还有 这么重大的历史意义 你说这谁能想到 是吧 当然古人当初驯化大储草 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 这里提到另外一种 大家都很熟悉的植物 就是甘蔗 说甘蔗所在的甘蔗树 其实跟玉米树 关系非常近 它俩都属于 河本科 鼠亚科的虚芒草族 这个你看它们叶片的形状 还有茎上的分解 应该也能感觉到 那么作为甘蔗的近亲 大储草和它有个共同点 就是茎都比较甜 水分很足 嚼起来很好吃 而且还能获取能量 所以一个合理的推测 说古人类会不会冲这个 才开始种大储草的 反正后来种的越来越多 机缘巧合的 就发现了有些个变种 种子变得比较大 好像吃它们的种子也不错 古人觉得有搞头 这才开始往粮食作物 方向培育了 也有可能是这么回事 那么虽然玉米的源头是找到了 不过还有个小疑惑 就是小影大储草原产的 巴尔萨斯河谷 是在热带压热带地区 但是你看后来的玉米呢 是从北纬58度 到南纬40度都在种 所以它们怎么能适应 这么多样化的气候呢 就很不可思议啊 是吧 去年的时候 中国和美国的团队在科学杂志上 联合发表了一项研究 也许能解释这个 它们发现除了小影大储草 玉米基因里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大储草的基因 也是它的一个亚种 叫墨西哥大储草 基因占比在15%到25%左右 然后这位墨大储呢 生活在相对寒冷的高原地区 科学家分析说 可能就是这个遗传多样性 提高了玉米的适应能力 这就跟智人基因里那点尼安德特人基因一样 掺的不多 但是有好处 那么适应能力更强之后呢 玉米就逐渐从中美洲 开始走南闯北 传播到了北美和南美 成了美洲最重要的粮食作物 然后古人类有了粮食作物 吃饱了 没事干会怎么样呢 就会孕育文明啊 是吧 像什么奥尔梅克文明 玛雅文明 印加文明 阿兹特克文明 这都是吃玉米吃出来了 所以玉米对于美洲来说 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各种玉米神就不用说了 甚至玛雅人的创世神话里面啊 神就是用玉米面 获点水造的人 玛雅人觉得自己就是玉米人 对玉米崇拜的呢 简直不能再崇拜了 可以说整个美洲 那都是玉米的世界 不过这个玉米世界的宁静呢 在大约500年前的时候 被打破了 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 玉米发现了全世界 这种适应力超强的浓作物啊 用了不到500年时间 就成了世界第一大粮食作物 目前每年的产量高达12亿吨 全世界都离不开玉米了 不过当年欧洲人疯狂吃玉米的时候呢 出了个大事 他们发现玉米好像有毒 这怎么回事呢 接着往下说 说欧洲人在美洲发现玉米之后 就把玉米带回去了 欧洲农民也开始种玉米 因为玉米又好种 产量又高 很快就成了有些地区的主要农作物 当地人开始把玉米作为主要食物 不过从18世纪开始啊 这些主要吃玉米的地方呢 开始出现一种怪病 后来命名叫糙皮病 患者往往会有皮炎 腹泻 痴呆 怕光 失眠之类的症状 严重的会导致死亡 不过因为这些症状都并不是很典型 一开始影响也不大 直到后来呢 主要吃玉米的地区越来越多了 好多地方都爆发了糙皮病 尤其进入20世纪 每周变得非常严重 美国也就30多年时间啊 竟然有300万人得了糙皮病 死亡人数超过了10万人 所以这下就引起恐慌了 得搞清楚原因啊 是吧 说既然都是吃玉米的地方才发病 那是不是玉米有什么问题啊 比如慢性毒素之类的 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啊 就连科学界也一直怀疑是这个 我后来呢 有个奇怪的现象提供了线索 就是中美洲的原住民 他们也主要吃玉米 但基本没有糙皮病 这怎么回事呢 科学家们经过几十年研究啊 终于发现了其中的问题 说原来糙皮病啊 是人体内缺乏烟酸造成的 也就是维生素B3 因为几种粮食里面呢 就只有玉米 它里面可以直接吸收的烟酸 含量非常低 所以长期以玉米为主要食物的人群 尤其是贫困人口啊 每天只用玉米填饱肚子 没什么其他食物的话 就会出现烟酸缺乏症 也就是糙皮病 是这么回事 所以后来给这些人群补充烟酸之后 糙皮病也就很少了 而且像大家偶尔吃个玉米 其他食物也都正常吃的话 就完全不用担心这个 你别天天光吃玉米就行 那么说到这儿 还有个疑问 就是美洲的原住民 他们怎么不得病呢 哎 原来是人家有个特殊的加工方法 被欧洲人忽略了 说他们加工玉米啊 有个简化处理 就是用石灰水啊 草木灰之类的碱水来煮玉米 目的是让玉米粒变软一些 更容易研磨 味道也更好一些 然后这个过程 无意当中呢 就产生了容易被人体吸收的烟酸了 这就是他们不得操皮病的原因 好了 病因搞清楚了 大家也就不用担心玉米有毒了 所以每年这12亿吨玉米 都干嘛用了呢 咱一起看一下 那么虽然说玉米是粮食作物啊 但实际上现在呢 主要并不是给人吃的 而是给牲口们吃的 说世界上大约65%到70%的玉米 都变成了家禽家畜们的饲料 这是玉米最广泛的用途 有饲料之王的称号 但归根到底呢 还是变成人的营养 要不然人类种它干嘛是吧 而且再一个啊 说玉米它不光是玉米粒可以当饲料 其实整颗玉米都不会浪费掉 玉米结感不管是晒成干饲料 还是直接鲜味 或者作为轻注饲料都非常合适 营养价值远远超过其他作物的结感 天生就是当饲料的好苗子 不过当年驯化它们的人 可能也万万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然后除了制造饲料之外呢 玉米还有个大用途 就是制造乙醇 大家都知道啊 说为了减少碳排放 现在汽油里面都提倡产乙醇 就是好多汽油的标号 什么亿石亿石五这些 说的就是里面乙醇的含量 那么这些乙醇怎么生产呢 哎 很大一部分就是用玉米生产的 尤其是美国啊 美国也是玉米产量最大的国家 占世界玉米总产量三分之一左右 说它们汽油里加的乙醇 大约94%是用玉米生产的 所以这也是玉米的一个主要用途 当然用玉米生产乙醇呢 这事也有争议 你想要是大片的农田都种了玉米 用来生产乙醇的话 那粮食产量肯定会受影响 是吧 所以这关系到一个粮食安全的问题 还是要慎重考虑的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吃到咱嘴里的玉米 首先有很大一部分食用玉米啊 是被加工成淀粉的 说世界上大部分淀粉 都是用玉米生产的 然后玉米还有个副产品 跟大家关系很密切 就是高果糖玉米糖浆 是一种往食品里加的甜味剂 它的甜度甚至比蔗糖还甜 各种食品里用的很多 不过因为人体消化果糖的方式呢 跟消化蔗糖不一样 它不容易产生饱腹感 所以把它加到饮料啊 饼干甜品里面啊 就容易让人吃的更多 吃的更胖 其实来说并不是很健康 曾经有个研究就说过 说世界肥胖率增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1970年代发明了玉米糖浆 把人类给吃胖了 这也是玉米对人类的一个重大影响 另外玉米的其他一些吃法 大家也都很熟悉 比如直接煮了吃烤了吃的玉米 还有爆米花啊 玉米片玉米粒之类的 这也是大家接触比较多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 也有一些新颖的吃法 比如现在很流行的玉米笋 就是把玉米当蔬菜来吃了 没长大的小玉米直接摘下来啊 连玉米粒带玉米心一起吃 口感味道都还不错 而且玉米笋淀粉少热量低 相对来说也更健康一些 另外还有种跟玉米有关的特殊食材 可能有观众知道 就是玉米的污米 说有些玉米啊 没长好 跟腐烂了一样 结果呢 还成了种高端食材 一般俗称叫污米 有些商家为了好推广啊 也管它叫玉米松露 或者墨西哥松露 听起来就高大上多了 所以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哎 其实它是一种真菌 一种叫黑粉菌的真菌 玉米感染黑粉菌之后 就会变成这样 以前来说呢 只能偶尔在玉米田里碰到那么几个 可遇而不可求那种的 不过后来也开始人工种植了 用注射器把菌落注射到玉米棒子上 就可以人为制造污米 供应餐饮市场 当然这东西味道怎么样 不知道啊 咱也没吃过 不过就这脉象来说的话 要吃它还是需要点勇气的 那么玉米还有个事儿 可能大家会比较感兴趣 就是有那么些玉米啊 它五颜六色的 一根玉米棒子上有各种不同的颜色 这怎么回事呢 哎 这得从玉米怎么长玉米粒说起了 说长在玉米最高处的是它的熊花絮 用来产生花粉的 然后下面的玉米棒子是雌花絮 大家都知道啊 玉米棒子头上会长出很多须子来 那么这每一根须子呢 就对应一个玉米粒 花粉落到哪根须子上 哪个玉米粒就会发育 所以兽粉特别充足的玉米棒子 就会紫力饱满 长得很健康 兽粉不足的话 就会出现发育不良的区域 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五彩玉米呢 利用的就是这些须子 首先育种专家们 经过长年的选育 已经培育出了各种颜色的 纯色的玉米了 然后下一步呢 就是把各种颜色玉米的 花粉收集起来 给玉米进行人工兽粉 刚才咱说了 说一根须子对应一个玉米粒 它们可以各自受精 各自发育 所以这些须子 沾上不同颜色的花粉 就会长成不同颜色的玉米这样了 是这么回事 其实也没有很复杂 那么最后 还有一种非常神奇的玉米 我想在这先预告一下 叫墨西哥巨型玉米 有科学家甚至认为 它可能是未来农业的救世主 就这么特别 那么因为节目时长的关系 还是老规矩 我把它放到会员专详里面去 其实来说 咱们会员的价格一点都不贵 每个月只要45新台币 15港币 3新加坡元 5令吉 3美元 就可以见识到更多有趣的生物 还可以保证自己的留言得到回复 我觉得还是蛮值的 所以有条件的朋友 希望各位多多支持一下 左右 嗯 嗯 哎 Perform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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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